Cafe的起源地 Essopia被公認是Cafe的起源地 故事的起源是這樣的 在Essopia的Abyssinia 有一個叫Cady的牧羊人 他發現了他羊吃了一種灌木的紅色果實後 會異常的興奮 於是他也嘗試去吃 結果他發現這種果實可以使人精神振奮 活力充沛 Catty将他的发现告诉了附近的甄驴 这群甄驴把这果实的果肉与种子 加水煮成饮料 他们喝完这种饮料后 可以在玩岛时长时间保持清洗 由此发现了咖啡的妙用 西元十四季之前 商人将咖啡种子带到阿拉伯半岛的野门 开始了阿拉伯半岛的咖啡种植事业 牧人当放牧羊群所处的自然三叶 因为咖啡的品种基因繁多 以致难以鉴定 所以在Ethropia生长的咖啡 统称Hellum原生种 Hellum的意思就是古老的祖传遗物 这些咖啡起源于悠久传承 使得Ethropia咖啡多了一种野趣 丰富多变不可预期的神秘风味 咖啡饮用的方式在Ethropia是很原始的 他们非常重视咖啡仪式 咖啡仪式有它经典传承的标准作业 油城 同时也是一种充满欢乐的集体点 咖啡仪式通常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仪式的第一步是焚香祝导 负责煮咖啡的仪式主持会坐在一个小凳子上 妇女要用神圣的态度 在地上撒满叫做Guswater草 表示一个仪式的开始 然后拿出香炉 燃烧乳香等类的香薰 来驱除场内的不洁之灵 并赋予咖啡仪式神圣的品质 咖啡仪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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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烘焙生豆 接着妇女要放入咖啡生豆 先用手挑剪去除中间的树枝石头等杂物 再将剪干净的咖啡豆放置在一个巴妹头的铁盘上 至于盛装的木炭小火炉上慢慢陪烤 咖啡仪式门 人们分享生活中的故事 讨讨论了解新的邻里活动或有趣的生活主题 一边享用咖啡一边吃爆米花或传统面包 咖啡仪式门 咖啡仪式门 是嗎 我們要做什麼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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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儀式第三步 碾碎豆子 接著就是將封培好的咖啡豆 放入一個沙漬的磨儲中 用儲將豆子碾碎 儀式第四步 碳煮咖啡 黏好的豆子會被放倒入一個特製的黏土咖啡壺注入水 割爐上用碳火慢慢煮開 這種煮咖啡的方式 咖啡豆與水是放在一起 沒有分離咖啡渣與水的設施 先將公圖從火爐上移開 割到由稻草編織的隔熱墊上 等待咖啡液體中的粉末顆粒 沉降到湖底才能倒出來給客人享用 儀式第五步 焦注咖啡 倒咖啡時 咖啡壺要高舉 旋碗 緩緩傾倒 產生一種不劍斷不飛劍的細瘤 然後注入特製的小口五柄石碑